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人生甲成 庚生吉玛 这个八字他是说他生强 可是他的大运都是走祭神 这样子是不是这一辈子就会很惨 各位 你要记得一件事 其实我们在分析八字的时候 是来看他的运势 然后根据运势来判断他要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以他的这个八字 天干甲己合冷水 他的地支 成土生申金去克莽木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 这个八字他天生破财 而他天生破财的这一种的情况 我们从大运里面 他现在是在定位大运 我们会发现到 土申金克莽木 更加重金来克木 酉金是不是也曾有和 申金克莽木 其实基本上他的财运都很烂 除了到这个庚序 庚序都57岁了 也就是说 卯序和他的破财才消失 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就一定说他一辈子都没有钱 当然不是 因为八字是来跟你讲说 你财运不好 你不要碰 这方面的事 我们可以知道说 以他的这个八字来讲 他是土申金 所以一般来说 他就是印比比较旺的这种情况 印比比较旺的情况 印是代表照顾的意思 所以他可以去做长照 或者是保姆 这一些的工作 这个都可以当做是他主要的 或者是 笔尖 笔尖的话是跟人在交际的 所以做一些公关 克服人员 这一类的 其实都ok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并不是算出来 你会怎么样 就一定会怎么样 而是 你算出来以后 你已经知道你的财运是落下 你不要去摸财 然后再算出来 你的官运也不是很好 所以 在这一种情况下 我可以选择的是什么 我的八字里面的强项是什么 我往那边去 而不要老是一直在那边看自己的落下 这样子 你强项摆着 然后一直在看不可能成真的落下 你当然这一辈子就会过得很辛苦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